歡迎回到2020APL隊伍介紹 我是居哈很熱 本集要介紹的是 印尼ASL賽區代表隊 DG E-Sports以及 Team Elbow 在今年ASL例行賽第一輪六戰全勝的 DG E-Sports 無疑是現今表現最佳的隊伍 也因此成為2020APL的 印尼第一支取得資格的代表隊 DG E-Sports的陣容包含了 打野Factor 中路 School 凱撒路 Mayman 摩隆路 阿耶 輔助 米露 以及替捕選手Kulus 以遊戲前中期攻勢猛烈而文明的 DG E-Sports 經常選擇當下Meta強視角 在比賽中滾起雪球 其中最傑出的選手 非打野Backdoor莫屬 Backdoor擁有精湛的單操能力 及變化多端的位移技巧 他總是隊伍開戰的關鍵 同時他的角色池 高深莫測 舉凡向蘭鐸等等射手 到納克羅斯和克里納卡等刺客英雄 他皆能輕鬆駕馭 而阿耶身為DG E-Sports的隊長 同時也是隊伍中的大前輩 不僅是隊伍中的佼佼者 也是整個團隊的精神支柱 有著乘着冷靜的心態 經常使用像是拉維爾卡芬妮 以及希露卡等後期射手英雄 主宰凱撒路的則是 與阿耶打法截然不同的妹們 打法較為強勢的他 總是可以在團戰中帶來變化 他最常使用操作度較為困難的英雄 像是瑞克 葉娜 以及佛洛倫 接著要介紹的是中路選手Score Score偏愛典型髮傷高的英雄 像是莉莉安 克里希 以及圖倫 最後一位成員是阿耶的好夥伴 輔助美露 他經常使用防禦性極高的輔助英雄 像是皮皮艾莉絲 以及提米 以確保隊友可以在後期製造大量傷害 而經驗豐富的替捕選手Kulus 將會在美露狀態不佳時 披掛上陣 ASL第二支代表隊伍是 Tim Elbow 他們以季賽第四名的成績 在APL選拔賽中跌破眾人眼鏡 擊敗大家所熟悉的EVOS Esports 成功進入2020APL超級職業聯賽 Tim Elbow的優勢在於 隊友間默契十足 並且可以互相配合 本次出戰陣容包括 打野Vicky 中路Chippens 輔助Dansky 邊線Roxer 和GN 以及替捕選手DIY 阿耶Vicky擅長使用強勢的前騎腳 像是銀咒奇羅以及克里納卡 Vicky總是在戰場上 靈活穿梭Gank敵方 努力為團隊帶來優勢 Tim Elbow 特別的地方在於 兩位邊線選手GN 以及Roxer 從戰士到射手都能夠駕馭 這樣的特點 使得隊伍能有更多戰術搭配 而且還不用擔心 選手角色池不夠深的問題 至於中路 Chippens在隊伍裡 則是執行戰術的重要推手 有別於使用傳統高傷害的法師 Chippens 單憑飛淚 以及馬洛斯等戰士型 也能打出一連串精彩的highlight 輔助選手Dansky 擅長掌控地圖視野 提供隊友重要的資訊 Dansky在選角上多半會因應團隊陣容而做變化 常見的純輔助角像愛迪斯跟安奈特 或是坦克英雄如沃瑪爾及伯頓 曾在ASL第四季擔任魔龍路選手的DIY 會在GN或Roxer狀態不佳時代表上陣 首次登上國際舞台的DG EZBROS以及Tim Elbow 能否一鼓作氣拿下好成績呢 答案將在6月19日開打的2020APL中揭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記得準時鎖定2020APL超級職業聯賽 並且為你們喜歡的隊伍加油 我是G哈很熱 我們下一支APL戰隊介紹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